第四代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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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嘎益 我是伊万 第四代基督徒 我从小就是基督徒 是第三代基督徒 只是不太喜欢去教会 也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侍 我也是第三代基督徒 因为父亲是牧师 所以一直在 从小的时候开始在教会服侍 我父亲 在我大学一年级毕业的 那个暑假 就忽然因病去世 让我造成非常 难过的一个打击 也非常的一个 非常受伤 那个时候我几乎真的是走不出来 后来就是 妈妈跟姐姐看到 我在大学这么 沉沦的生活 所以他们就一直很希望 我能够来到教会 那时候的小组长跟小组园们 就是给我 也因为知道我因为父亲过世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就常为我祷告跟鼓励 所以那段期间 真的是 小组的弟兄姐妹 跟小组长给我 就很像耶稣一样 把那样的爱 就是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 好像就补足了我那 对耶稣 对我父亲的那样的一个 空洞的一个感受 那个爱不断不断地 涌入在我的心头 让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就决定 在2007年的3月的时候 就决定要受洗 在学校的时候 我参加热舞社 还有一个原住民族的舞蹈团 那当中 我看到一碗 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 好看的一个舞者 当然他跳的 不只他好看 他跳舞其实也非常的 优雅 跟优美 优雅 对 所以说我 那时候 我就有来到火把教会嘛 我就非常希望 一碗也能够来到教会 能够来看看 这么有活力的一个教会 更渴望 那时候因为我也是在 教会有五条服饰 希望他能够来到 教会的时候 一起有一个舞蹈的服饰 我是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 来台北找工作 之后就稳定在教会聚会 对 然后聚会的时候 其实牧师的信息也非常吸引我 也在这当中得到很多帮助 然后感恩就开始在鼓励我加入服饰 嗯 然后我在教会受洗之后 就毅然决然 立刻 马上的加入舞团的服饰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啊 就开始 就很像舞团的 自以为的一个神雕侠侣啊 就是行与不理啊 好像 就透过舞团 好像用舞蹈来谈恋爱一样 还 也可以这么说啦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兴趣 一样都是喜欢跳舞 所以说也藉由在教会的 舞团的 意向 还有 当中去 学 彼此学习 彼此来成长 对我们的感情的一个建立 也是非常的 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说我们 我跟他都非常珍惜 每一次在舞团的服饰 跟感恩在一起之后 才发现其实我身体不好 然后 嗯 其实那时候去医院检查 医生就说有一次胃癌初期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心里有蛮大的冲击 对 就在那时候开始跟神悔改 然后回到神的面前 对 然后感恩也在 在这当中慢慢带领我来更深 认识神 然后就是 有一次我们的 呃中午的禁食祷告 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是在祷告当中 就是两个人一起哭 然后一直呼喊神 然后那时候就是 领受了神的放眼 跟一晚的呃 感情啊 在神的遮盖当中 让我们步入的一个婚姻的道路 那我相信 婚姻未来的一个 呃 持续走下去的动力啊 一定都是来自于神的爱 来自于神的指引 来自于神的方向 所以 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一个 建立一个爱的家庭 就基督化的一个家庭 那我们更渴望啊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基督的热气呢 能够流传到 我们的下一代的 下一代的子子孙孙 天天爱耶稣 就是让神做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 然后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的呃 工作感情都交托给神 好的 天天爱火把 就是 爱 杨牧师 师母 传道童工 还有 顺服你的小组长 顺服你的领袖 就跟我一样 哈哈哈哈 自己讲 哈哈